字幕提供 李久哲除了外形改变之外 演藝事业也曾经历经起伏 幸好结婚八年的妻子向马倩 始终无条件的支持 让她非常感动 10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 几乎每天都会上健身房的李久哲 在镜头前分享着 他成为肌肉猛男的训练菜单 因为CrossFit我们这个运动 也算是做full body 也不像一般的健身房 你就去 今天我就弄个手臂 或是背部 我们这个几乎都是用那个肩膳 所以这几乎都弄 所以 发现我有比较多一个人 很多的 我最近也是 我就做一些 蹲蹲 或是一些lifting的時候 我 我high-tech 我精神太貼心 他都有給我的一些技巧 你拉的時候要怎麼樣 謝謝 重量很heavy 還是會 但是也盡量不要太大聲 會不會沒有人 泡球運動開啟一天正能量的離九折 從最初一起到運動就發懶 到現在練出興趣 只要一天不動就渾身不對勁 持續健身已長達八年 做到全身最滿意的部位 很特別 我覺得我的小腿蠻 蠻好運 兄弟沒有那麼大 離去那個一般的健身房 那個動作 都這樣子走的我不行 小腿我還有一點自信 那老婆也是最喜歡小腿嗎 沒有 她喜歡我有大肚子的時候 比較有安全 那個 她可以像一個枕頭一樣 很軟 很軟 有六塊劑 老婆像馬倩沒那麼喜歡 沒關係 至少歌迷們肯定是會捧場的 近來正忙著備戰 北高兩場在流行音樂中心 演唱會的她 認真將自己調整到最佳狀態 這個秀會精彩 不管我 我有沒有落身體 一定會精彩的 回顧2019年首度站上小巨蛋開唱時 家人全在台下支持 讓感性的她 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 這一次相隔三年 再度舉辦大型售票演唱會 但因疫情考量 家人恐怕無保到場 一定要唱一些經典的歌 那我隨便Cue你們隨便唱 好啊 那不完美 完美並不美 我們都虛偽 我會好好過 我會好好過 講太多 是我想太多 Will you remember me Will you remember me 還有一個 想說這樣子措手不及都怪我 都怪我給你太多自由 你有在練了耶 我都練好嗎 你都練好了 所以明天就可以開了是不是 可以 記者會上臨時抽考完全難不倒他 李九哲說這次演唱會 想多唱些自己的歌 尤其是這一首鐵定要唱 之前也好 現在也我就覺得 大家都需要聽到這個 我會好好過 大家都這幾年還蠻辛苦的 我會好好過 等你在愛我 終有個角落 會讓你想起我 對我來說這首歌是很有意義的 這首歌 這首歌也幫我的那個金曲獎 我會唱這首歌倒死掉 對 曾在2007年拿下金曲歌王的他 其實是美籍涵義歌手 2003年成為了黃立成的嘻哈團體 麻吉議員 並以那個小漢子的身份 在台灣正式出道 當時沒有唱片公司 願意幫他發片 也是黃立成拉了他一把 唱片公司跟大哥說 麻吉小胖子唱歌很好聽 我們知道他 但是他就不適合當一個偶像 但是大哥還是很大大的支持我 他就去出錢幫我發專輯 我到現在我一直都很感謝大哥 拿一彈來賞下歌聲 迎接幸福緩慢 我的馬子慢慢rain 誰都以為不停不堪也 就沒感覺一轉身 才發現空氣黎靿 依舊飄散著奇跡的氣味 然后就要起飞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就发生很多 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不太好的事情 现在我想的是 是一个学习 李久泽口中的决定 指的是他在2011年 令祖西哈团体到美国发展 并与当地经纪公司签约 但最后却一毛钱都没拿到 这一号就是七年 是他演艺生涯中 最失智低潮的学习 也没有工作 也就天天早酒喝 然后喝酒才能睡觉 虽然他也没有抱怨 他就说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才能好好做你自己的音乐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地 看我自己的样子 然后我自己也讨厌 我自己了 所以我就觉得要改变 一说到结婚八年的 日本赛车女皇向马倩 这些年来不离不弃 无条件的支持 李久泽 有满满的感谢 虽然因为工作关系 两人唱得分隔两地 但向马倩始终是他的头号本 我的进去这样的表演 他在家里一个人看着说他掉眼泪 我老婆很好笑 他在我的面前不会这样子哭 也不会哭 过去之后我回到家 我打电话给他 他的眼睛睁起来 我说你有哭吗 我没有啊 他很厉害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知道他是 他是为我很开心 幸好这些都是开心的眼泪 那两年李久泽除了歌唱外 还主持了外景节目 跟着姚元昊一起上山下海 突破心房 他在我的衣裳里面 我看不到我的手了 因为我之前被订过 然后我不知道谁说 你被订三次 你就会白白了 你就会死掉了 我已经被订一次嘛 所以我还有只有两个机会 就是当我跟姚元昊 他硬要带我去看 那个蜜蜂 我就觉得我快疯掉了 但也是因为外景节目 让他有机会深入各个角落 认识新朋友 体验新事物 在台打拼多年的他 很能融入在地生活 台北的路你都很熟吗 很熟 后面我的经纪人还熟 交通工具是什么 就是走路 还有书路 台北的书路 应该要找我代言人 我是说真的 因为我记不得每天时间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那你的悠悠卡 就抢一下 就来 可以哦 可以 再见 谢谢 独自一人在台湾工作 免不了感到孤单寂寞 李佐哲大方地说 下次如果在街上野生不破 欢迎大家跟他说哈喽 嘿 佐哲 原厂会加油 谢谢 大家跟我打招好一点 我也喜欢这个感觉 跟大家聊天 粗广的外表下 有颗细腻又柔软的心 尽管也因事业触角 延伸到综艺主持 但音乐始终是他的最爱 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会继续用温暖的歌声 陪伴歌迷的喜怒哀乐 再来看的是杨明威 他在戏剧领域表现很亮眼 今年在实际节目也让观众 留下深刻的印象 跟姚元浩在厨房里头合作 五间在外场服务客人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机灵 那么适时的担任润滑记的角色 让他圈了一票粉丝 原来杨明威本身也有经营 参酒馆副业 把相关的经验带到节目当中 才表现得如此游刃有余 而太太方志友笑说 很感谢公司帮他接下这个节目 让平常在家是大少爷的他 现在开始也会帮忙做家事 难道是来把营业中的老屋 重新开张了吗 看看杨明威全身贯注 调吃一听 老屋这个杯子一样 对啊 板脑子都还是老屋的杨明威 为活动站台 担任一日店长 和老大党姚元昊同台合作 就我们现在默契是好 但我们只要记得一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客气 对 做自己 对 刚刚走进发台里面 其实阿伟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都彼此是 彼此的得不住手 那个 板 阿伟 这样 用粉朵 站进去 对 变得比较积极一点 但我个人是觉得 对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以前是不做家事 不下属的杨明威 度完来把营业中 开始会找事情做 让太太放置有内心 好感谢公司 帮她接了这个节目 也让观众看见 不一样的杨明威 如果她吃东西的话 她会等比较久啊 如果只是下午茶 她可以离开 她上来喝个饮料 什么也爽 你现在公共的餐 她吃时间很长啊 我个人是餐厅的经验帮助 节目 因为我本来就开餐酒馆 所以除了打扫那些没有做到 我们在开始讨论 装潢方向跟菜色或什么 跟我那时候经营餐酒馆 就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本来就知道 对 所以我说 那就不一定要很坚持自己的意见 今天大家意见 杨明威2017年 和朋友合资开餐酒馆 也因为有餐饮相关经验 使得杨明威在节目里 担任内外场的润滑剂 更是冷笑话担当 那生蚝可以做温的吗 温生 温生蚝 我其实上节目很安静 人生以为 我觉得实境节目 就是有在做事 比较像我日常生活的样子 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是这样 不像外表给人综艺感 实境节目中 杨明威喜欢默默做事 话不算多 然而在戏剧世界里 杨明威情感奔放 搞卷连名字都不写 比零分还不如 那就干脆做废好了 出道15年 第一次在八点岛连续剧 担任男主角 扮演高中老师 一人分饰 个性截然不同的双胞胎 我是要跟你说 以后哈佛高中的人 都不要招惹 这样子真的会害我穿帮 拜托 哈佛高中的老师跟学生 我又不认识 这很难防 其中个性软弱的曾抱歉 让他想起人生第一个戏剧角色 大家都认为我是苏辣 是诺夫 这一次 我一定要变成大流氓 我 当上重考班的老大 冠玉导演的哥哥 跟我爸是好朋友 然后我在那时候 在汤包店打工 然后他们来吃饭喝酒的时候 看到 他哥哥看到我说 这你儿子很帅啊 然后经纪人的部分就交给我 他说他妹妹是导演还是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他们都喝醉了 就没有放在心上 那时候我才15岁 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 才说要去见那个导演 如果让他知道是 风华家人饭店的小开 应该会打大嘴会才对 戏外的杨明威也是小开 家里经营有庶名鼎泰凤之称的 小龙汤包店 常被冠上少东的封号 但家人不强迫他继承家业 反而鼓励他闯到演艺圈 18岁入行后 一连演出几档 华语八点档 拜托你慎重考虑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好啦 我其实是 你说好 但是我再次出示一份好意 想说有我帮忙会比较好 你看 我们两个一起对付其他人 是不是很心情 真的不需要 大家觉得你是 搞笑的角色或什么什么 然后没有 就出来搞笑了 然后就没了 戏也不会在你身上 你也不在故事的主軸里面 多是甘草人物 无论是角色还是本尊 记忆点都不深 还曾经跑龙套 遇过没有定妆照 角色介绍酬劳又低的作品 以前曾经有这样想过 就觉得是不是这行不适合我 我怎么演来演去都 家人也会讲 你怎么都演这种角色啊 你什么时候演什么什么什么 都会讲 对啊 然后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应该转航还是什么 但好歉也没有 蛮坚持 坚持这样下去 我觉得跟我学拳击有关系 因为我之前因为 拍电影竞在之时学拳击 然后学到现在都还在学 2010年和彭于晏明道合作 饰演拳击社员 气氛虽然不多 但那是杨明威首次接触拳击 培养了他的耐心 因为拳击他就很 其实很简单的就那几招而已 就是直拳勾拳上勾拳 就那很简单 但他千变万花 我就觉得跟表演很像 像拳击你在对打的时候 你要很专注 你要很认真 不然你会被打 但你要很放手 你很用力的时候 你反而会打不好 就跟表演一样 如果你很用力的反而 你演不好 或很僵硬或什么 拳击让他领悟到 表演的收不放 而当兵却意外让杨明威 更加确立要走演艺路 我是明星辰导演嘛 他想说在我军营你太痛苦 把我调出来当场记 殊不知当场记 比当兵还累 场记我那时候是BG场 场记你要记很多东西嘛 联系啊 然后还要控制领言 你要教领言 所以等下怎么办 阿妈你等下543的时候 你就走 当场记的那一阵子 让我功力进步不少 对 所以学到也真的是蛮多的 陆神队一 接受班长挑战 队一 队一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被国防部戒掉拍戏 当场记也演男主角 杨明威下定决心 要在这一行更认真打拼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成功把累积多年的能量 让大家看见 你吵架吵赢了哦 我吵赢了啦 超短的 因为其实我以前 觉得喜剧就是要夸张的演法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是伴仇 或什么是好笑 但后来我慢慢 领悟到了一些道理是 其实喜剧 你只要很认真 专注在那个角色身上 你不要刻意做些什么 就会很好笑 婆婆就是啊 我很认真也中风 对啊 但是他们就觉得超级好笑 因为很厚妙啊 我叫你爱不倒 我下面再说 在严肃和诙谐之间 取得唯妙平衡点 让杨明威 凭着苏丙仁入位金钟男配角奖 虽然最后被大哥邱凯伟 爆走大奖 但演技备受肯定 想来还是心情激动 而太太方志友 一直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就是平常脾气超级好的人 就真的超级好 就是我想要吵架跟她吵 也会有点吵不起来的那种 所以她就是一个 EQ高 IQ低的人 看待任何事情都要幽默 对不对 不一定是婚姻之道 就是日常生活中 你看你生气过一天 另一天你幽默地看待一些 你也是过完 淡定的杨明威 就连知道当时 还是女友的方志友怀孕时 也显得镇定 我那时候正在拍 爪贝四千斤 还正在别麦 然后台词很说 那时候好心想导演还说 你等一下不要NG又什么 哇 不会啦 不会啦 都备好了 然后就手机响 超音货的照片 还是在别麦也不能讲什么 然后就 那时候还有抽烟 我就去阳台 抽一只烟 然后在关心她说 怎么样还好吗 什么决定怎么样还是什么 结果还在讨论了一段时间 不再爱上两个我 相识交往 我的宝贝四千斤 戏外闹出人命 杨明威 选择同时晉升仁夫和爸爸 还为你戒烟 结婚两年后 有了儿子Sunny 凑成好字 一家四口感情温馨 你看我从男主角 演到算跑龙套的 对 现在在慢慢慢慢演回来 很励志 我要出书了 你要保持一个很善良的心 真的老天爷会去不善良的 千万不要有那种 想要跟人家拼 或者斗啊 那种 不要有想要害别人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有一天就会发光发热 真的 贯彻心虹下站走了就是你的道理 婚前浪子 婚后爱妻爱子 人生经验都化成表演养分 梁明威期待的往后的戏剧作品 有更多发挥空间 还记得90年代宏极一时的双人组合 优客李玲吗 当年跟林志炫搭档出道的李济 在团体解散之后 曾经迷失自我 还怕被说是过气歌手 换了许多工作找寻不到方向 直到后来接触了心理咨询 才学会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而这几年他在台中从事教育工作 推广儿童实验教育 也找到了另外一个让他发光的舞台 一样是31年前 那个刘平头戴眼镜的造型 弹吉他的李济 唱着当年让他跟林志炫 以优客李玲出道 专辑就创下百万销售的这首《认错》 时光仿佛拉回了90年代 这么才能让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略带沙哑 沧桑感的歌声不变 但台下观众却已从歌迷变成了学员的小朋友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桀骜不寻的歌手 而是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的 《认错》 我的名字是Bong Mr.Bong 你昨天做什么 Joyce 我昨天去到Halworth家 我们会做一个小节目 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你会冒进 你会冒进 致力于儿童教育多年的礼祭 带着孩子们静坐调节呼吸 这里是位于台中筹备中的教育机构 在占地一千五百坪的空间里 盖了可容纳五百五十名学生的学员 预计将在这学年的下学期完工 并正式都在招生 由于机构的经营者过去就是开幼儿园 教育理念或者投资方认同 决定扩大经营 现有的七十名学生 到时候也都会到新学院上课 从两岁到十二岁 就是从要进幼儿园 一直到小学毕业 是我们计划的范围 尽可能的使用自然 风和自然的光线 对孩子成长 就等于让他们比较能够 精进在自然的环境里头 好 有人要挑战吗 上面滚下来 他刚刚挑战过了 我做一遍给你们看了 你要滚去哪里 好 晒起来 不跌倒 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来看 我们大概要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都在实验教育里头 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去应对 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个世界的变化 体制教育其实不容易应对变化 因为它是标准化的 比如说我们会把阅读 读经做成我们教育 比较主要的这部分 让他们可以透过先了解 一些文化内涵 潜移默化的去认识 这个文化背后的遗憾 思学院在台湾虽然已经行之有年 但对于父母亲来讲 他们仍然必须要了解 他想要从这个思学里头 让孩子学到什么 然而全美语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上谈教学理念 而李济接触儿童教育的原因 要从当年优格里林 从巅峰到忽然解散的故事说起 他们公司的企划 不知道怎么包装我们两个 因为不够帅 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 太热了我就剪个平头 然后骑一个脚踏车 然后骑脚踏车就耍帅 戴了一个雷蓬的飞行眼镜 太阳眼镜 到了唱片公司 笑一看 好了就定了 就你的造型就这么来的 不想我永远不会的我 林志炫高亮的嗓音 搭配李济的词曲创作与吉他弹奏 游客李林从1991年出道到1996年解散 抓抓实实的红了五年 后来林志炫因为家庭因素 在歌唱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宣布要离团 这个决定让被通知的李济 不知所措也无法谅解 拆火之后的李济从山峰跌落谷底 但却被过去的光返困住迷失自我 我每换一个工作都可以做到一定成绩 但是做出一点成绩之后 我考虑的并不是怎么样做得更好 而是考虑别人不要看穿我 原来他就是那个什么都不会的过气歌手 所以到一段时间我就想逃啊 就逃离不要被发现 不要被揭穿 所以大概每两年会换一次工作 读书是一个最好封住悠悠之口的方法 你看人家都去读书了 你也不一定能够考上一个硕士啊 坦言就连去读了原志与上海复旦大学的 两个硕士学位 也都是因为在意他人眼光 一直到后来接触了心理咨询 考了证照后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意外地表裕了自己 我开始承认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 那一刻就是转化的开始 你就容易接纳别人会对你的好 别人看到你的眼光不一定都是 你看他是过气歌手 不全然是这样 他可以看到你原来 那个光芒四色的样子 也许不是站在舞台上 我从我自己的身上就可以明白 所有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等到你面临到瓶颈的时候 你也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调试 而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是在小朋友的时候培养 正因如此 他开始接触儿童亲子 相关教育的培训 也曾经营幼儿教育机构 累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当然我要承认我是个过气歌手 但这不能说我接下来不会 还有其他的机会 因为我对音乐 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曾经他很害怕被问到 为什么不唱歌了 总觉得人们抓着他的过去不放 但后来明白 原来紧抓着过去的是他自己 从认错到觉醒 放下过往的直面 仰望着属于自己的星光 其实成功可以有很多种定义 最需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今年五月升格人母的孟耿如 跟他的先生黄子娇 几乎是天天都晒出 他们可爱的女儿黄玉米的萌照 而现在孟耿如是满口的妈妈精 当然大家最羡慕的就是 她产后很快的就恢复了原本纤细的身材 不过孟耿如除了当妈妈之外 她依旧是没有放弃她的事业 而且还经营相争辅业 天生丽直 没有啦 我其实我 我这样讲真的有点心虚 我真的没有干嘛 我还没开始认真的运动 然后我其实饮食也没有 什么再控制 胖子也会生死 有up up 哪家偷点头 有辣 但是不知道 我现在先尽量不去想 就是再过一两年 会不会练回来 女儿黄玉米5月19号出生 于是黄子娇每天在5点19分 固定八文晒音 这么可爱 这么开心啊 一直这样馋笑哦 记录下玉米的每个瞬间 无论是哭闹 大笑 或是芽芽学语期 哭哭 哭哭哭 哭哭 哭哭 妈妈 哭哭哭 哭哭 哭哭 原本不想这么快当爸爸的黄子娇 现在却是晒音魔人 疫情面临太多生理死别 改变了黄子娇的想法 配合孟耿如坐任成功 我不想让她就是她 它局限只用一種方式 所以什麼東西我都有嘗試 包括它睡覺的地方 我其實也都是 有人說睡一起好 有人說分開睡好 我就是讓他睡哪都可以 就都讓他嘗試看看 我自己戴起來覺得比較好戴 滿口的媽媽金 夢根如才驚覺 自己真的不一樣了 雖然每天睡不飽 但是累得很幸福 自己覺得好像真的 回頭看在生產前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影片的時候 真的有不一樣的感覺 但我說不出來是什麼樣的變化 我只覺得可能 又變得更成熟一點 或者是可能 像大家說又有母愛一點點 從2014年交往到2020年 登記結婚 相差19歲的黃子嬌和孟根如 今年喜得千金 以前一期光展覽聊藝術 現在交流的是教育理念 看不到兩人因為年齡差 產生代溝 可能是他比較有幼稚的靈魂 沒有 正好取到了一個平衡點 其實年齡這件事情 我沒有看得太重 就有時候遇到就是遇到 也不會要交往前先 所以請問你幾歲 也不會啦 我覺得 生命就是在這個時候相遇了 那就未來繼續走下去這樣 唱的是黃子嬌寫給她的琴詩 孟根如黃子嬌如嬌四七 也是靠雙方磨合出來的學家默契 我其實以前你也都不學自己獨立 好像是真的剛剛教的時候 比較獨立 非得獨立 就是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獨立這樣子 因為他太忙了 他沒有空子獨立這樣子 我覺得他也很盡力 就是在維護家裡 家庭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是達到 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工作狂黃子嬌 努力撥時間陪伴玉米 其實孟根如要忙的也不少 大家對他有很多的解讀 然後我就想把他的臉 換成阿如的臉 無視自通的孟根如 2014年創作的阿如 是個頭和身體分開的外星人 就像每個人都有對外的心事 和對內真實的自己 試圖用童趣的筆觸 和大人情緒取得平衡點 辦過展覽 也出過圖畫書 我有一個完整的三個小時 好好的畫畫 已經很短了 但是我就覺得 有一個完整的時間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很感情 然後我覺得很療癒 很舒服 躲在工作室裡的孟根如 就像是他的避風港 隔絕外界的紛擾 平靜的透過畫筆紓壓 帶著他走出弟弟過世的哀痛 其實在他過世之前 我已經開始想要做這件事情 只是還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肯 篤定的要去做這件事 然後可能是後來 因為發生了事情之後 就更可以一無反顧的 去做了這件事情 算是上天也是送給我一個禮物 然後讓我可以去享受這一塊 從演藝圈橫跨藝術領域 孟根如沒停下腳步 去年底他又多了個斜槓身分 創立香氛品牌 成為老闆娘 奉勸所有想創業的人 先去想想自己的心臟有多強 其實真的很累 真的真的很辛苦 而且我覺得什麼事情 都要親力親為 然後我都想參與 都想去了解的狀況下 白頭髮是長了很多根 靠盡心力就是想把商品 打造成最理想狀態 孟根如內心叛逆又不服輸 想做的事情總是一無反顧 就像武林長達十幾年 比戲間卻不想跳了 小一還小二開始不跳了這樣子 然後照理講大學應該就是 理所當然要去考舞蹈戲 可是我不知道 我那個時候哪根金虹 就有時候我爸媽說 我死都不要考 就哪一死都 就是不要再考舞蹈戲這樣子 然後同學都去那個爆炮啊 點志願啊 我就硬是填了一個 完全不想跟大生命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不然我那時候到底是怎麼 抱著可能被父母 趕出家門的風險 孟根如大學讀社工系 卻還是不放棄演員夢 大學時期邊嘎戲邊上課 爸活著的時候 天天事後公主要被罵 也是死了五年了 都要被他念 成名座的大人妹 濃厚煙燻妝 遮住了黑眼圈 當時孟根如身兼啦啦校隊 分身乏術 一天只睡三小時 沒削減對表演的熱忱 大肆單剛偶像劇女主角 為此言筆 我覺得自己很勇敢 對 就是我居然 對小時候的我來說 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 而跨越了一個 完全陌生的領域這樣子 對 還是很感謝那個時候的自己 我是請世代的記者沈柔英 之前寄過幾封沒有給您 還跟您通過電話賞約采訪 沒演一部戲 孟根如演技再上一層樓 在《麻醉風暴2》 吞去稚嫩 飾演追求真相的記者 也是離金鐘獎最近的一次 雖然和事後擦身而過 孟根如仍是感恩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事情的嘗試 在我演員的身分上 都帶給我很大的能量 還有以前你不會 你沒有真的創業 你不知道會經歷什麼樣的事情 你沒有真的當媽媽 你也不知道有了孩子 是什麼樣的感覺 鮮細的身軀 蘊藏無限的創意與能量 孟根如自認 做事衝動 但也因為這股不畏懼挑戰的勇氣 讓他升任多種身分 來看的是兒童界的巨星 李悅告別了兒童台 那麼當然也告別了 他20年的這個西瓜哥哥的身分 那麼從此他變成小悅哥哥 除了主持這個大人的直播節目之外 他其實也沒有放棄兒童的這塊市場 有不有不有不有 我一定有幫我 希望大家去舞拜 那我小小有我 有不有我 有啊 帶著小朋友創創跳跳 做著再熟悉不過的動作 但身分卻從過去孩子們口中的西瓜哥哥 變回了李悅小悅哥哥 那你的這個下一個顏色要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是藍色嗎 那你的口壓的地方 對對對 很厲害耶 這個是很像公主耶 這個顏色配色真的蠻特別的 好像我衣服喔 你看 很適合對不對 我在這邊都會有限定的課程 就是只有冬天跟夏天 然後都會一個梯次 我只會出現一次 然後我負責的區塊就是手作課 所以我每次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去上網去搜尋啊 哪一些是小朋友可能現在很喜歡的 或者是他們可能還沒做過的 所以譬如說像我剛剛做那個口罩鏈 我覺得那小朋友有沒有做過 可能一兩個做過 我內心就會想說還好 我就是很怕那種 大家都我有做過了 我玩過了我怎麼樣 投資經營五道教室七年了 從最初只有二十名學生 到現在擁有兩間教室 近六百名學員 總會在寒暑假時 擔任才藝課老師的禮樂 可說是校長簡壯中 我在這邊唯一的職責就是打掃工 除了吸完地板之後 我還會再用酒精 再擦過一次 看這個拖把 歷盡風霜就知道了 已經被我拖壞 為了教室環境整潔 掃地拖地只是基本款 你不覺得現在的場景很詭異嗎 到底為什麼會拍 我在找廁所的畫面 我除了會用這個刷子 進去這樣刷子外 我平常還會做的一件事情 這真的是我每天都在做的 我每次都是拿這個酒精擦 直接擦這邊 我都是直接下來擦這裡的 就連清洗馬桶都自己來 勢必恭親了他 回想七年前決定創業之際 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 其實就是舞蹈教室 我自己也是跳了兒童律動 跳了二十年 所以我想說 欸 那我要做 復業要做什麼 他不就舞蹈教室 就是然後又是以一個兒童 為最主要的 我覺得那是最符合我自己的 呃... 這麼多年來工作的一個 講人設嗎 就是大家對我的一個既定的想法 然後也最適合我的 我一直以為說會是小朋友可能會 因為可能看了我以前的節目 然後會來 但其實很多都是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喜歡我 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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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十歲的李悅 十八歲就出道當西瓜哥哥 是兒童排的元老級成員 帶著小朋友唱跳了二十年 去年四月下定決心 離開熟悉的工作模式與環境 踏出舒適圈去闖一闖 雖然是花一年時間 深思熟慮的結果 但真正告別那天依舊非常感傷 走在路上我真的一直哭 你好像分手了 跟你的女朋友分手了 跟你男朋友分手了的那種感覺 由於兒童排的工作 對哥哥姐姐們的外在形象 免不了會有所規範 卸下西瓜哥哥身份後 他迫不及待地想做這件事 我剛離開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染頭髮 在當哥哥的時期 我染 譬如說這邊一個顏色 這邊一個顏色 這邊一個顏色 很多種顏色在頭上 但我染完的隔天 我就是有一個活動要去跑 所以我就戴假髮 然後那個假髮 超假的 就這麼高髮 因為我不會用那個假髮 對 但是就是這種 那麼一天 這20年來我就叛逆了那麼一天 人生中的青春年歲 都在當西瓜哥哥 跟孩子們朝夕相處 離開後決定接受新挑戰 接下了直播訪談節目 當對象變成了大人時 過去造成的植栽就出現了 蝶子 我說那你乖乖喔 就是說 你真的要 能夠跟人家聊到 深處的時候 你不能夠用 原本你訪問小孩子的那個方式 就是真的要自己瞬間那個 連音調都要稍微降低一點 你不能像西瓜哥 欸 那我來跟你說 什麼什麼什麼就不能 你要 把這時候就要把自己當大人了 娜娜大師要用莫文蔚的聲音 來唱徐若瑄愛笑的眼睛 掌聲鼓勵 離開你我才發現自己 那愛笑的眼睛 坦言一開始真的轉不太過來 花了點時間去調適 但他心裡明白 在多方嘗試的同時 關於兒童這一塊 是多年來早已做出心得 也熱愛的事情 他還是希望為孩子們做些什麼 而揮本就是在這個信念下的產物 因為現在的品格教育很重要 就是希望小小朋友呢 可能爸爸媽媽對於他們 欸 有時候講話很沒有禮貌 或是現在很愛花手機看品版 對 然後或者是 你東西隨便玩具亂丟 就以上這三樣 如果有家裡有小朋友 他們是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看了這個繪本 然後希望可以幫家裡的爸爸媽媽 解決一些問題 尤其裡頭像是西瓜 哈密瓜 南瓜 等可愛人物角色 都還是由他一針一針戳出來的 羊毛沾人偶 經過拍照輸出後 再合成進書頁 它就像黏土啊 你在戳的當中去塑它的形 然後鋪上不同的顏色 它一旦已經變硬的時候 你不能再戳它 因為你再戳它的話 它到時候那一塊會特別的硬 然後也會跟其他地方 看起來會不一樣 所以它其實是邊戳的時候 我有邊在看 它哪一邊的形狀 已經開始出來了 自學羊毛沾技巧 平常利用工作空檔的時間慢慢戳 花了約一年 才完成繪本中的這些人偶 手巧心細的李悅 心中還有這麼一個願望 你總覺得說 如果有自己的小孩 然後你念自己做的繪本給他聽 那會不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我好像表面看起來可能還好 但我覺得我對小孩 尤其是自家的 我覺得我應該會非常非常嚴格 可能是真的是虎吧 結婚生子 雖然是未來人生藍土的一塊 但演藝工作與舞蹈教室 也佔據了他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現階段只能先緩緩 全力衝刺事業 這個是不是很療癒 他說我做這個舞蹈教室 我是希望讓他開枝散葉出去的 那他那個開枝散葉 他能夠散到哪一個地方 我也從來沒有設限 幼稚園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 也能夠幫助未來我要做的 這些才藝課程當中的其中一環 因為小孩到了幼稚園 那幼稚園下了課之後 他們可能需要上才藝教室 那可能就可以來舞蹈教室 所以我是抱持著一條龍的心態 在做這件事情 在腦中構思想做的內容有很多 一條龍的兒童教育遠景 給了他擴展事業版圖的鬥志 舞蹈教室是個起點 禮樂不再只是斜槓 而是期許自己有朝一日 能夠成為全方位的兒童產業達人 今年56歲的依陣外形洞齡 49歲結婚 50歲才當爸爸的他 非常疼愛兩個寶貝女兒 透露在外工作的時候 收到女兒童言童語的訊息 就是他最棒的精神糧食 接下來還想為女兒拼個演技嘉義 女兒童語畫一下 這也是我們的名人 今天來回顧 來 今天來回顧 對啊 我帶他們來逛市場 他是我的主婦 真的啊 好親切好棒 一走進市場 就受到台商熱情歡迎的依陣 這裡的超人氣男神 這真的很帥啊 你真的很帥啊 老闆 老闆娘 好久不見 真的好久了 是 你看還是這麼便宜 沒有了解 我也喜歡吃餅類 然後這邊甜的鹹的餅都有 感謝你 對 那我最喜歡吃的是這個紅豆餅 老闆娘 對 來 我們先跟他講了 不用看幾樓 我每次來買水果就是這一攤 你看老闆娘多漂亮 年輕又漂亮 年輕而已 哈哈哈哈 你去什麼當時 四櫃對不對 四櫃就是紅的 紅的 紅的喔 你再挑一顆好不好 逛這種傳統的超市最棒 都很有人情味 你早上都沒了 謝謝啦 一點明星架子都沒有 跟餐商就像老朋友般的畫家長 聊近況 而他除了愛逛市場外 也愛下廚 家裡老婆每次炒青菜呢 還有煎牛排的工作都交給我 那他比較負責就是把菜 就是前置作業料理海 切好了 蒜頭弄好了 但是炒的功夫呢 他就是比較信賴我 因為男生在炒菜的時候 好像就是比較快狠準一點 對 所以我還是經常下廚 樂宇為家人當主婦了一陣 當年進入演藝圈 其實一度跟家人關係緊張 畢業於台大政治系 父親原本期望他能出國繼續深藏 沒想到大二那年 卻在學校籃球場上 被挖掘去拍了廣告 外型高帥的他 開始當起模特兒 並以創片公司簽約 正式出道 發行專輯很開心 我那個時候台灣靈異事件 演了好幾個單元 然後也都還蠻叫好叫做的 當然主要裡面 當然都是演一些罪犯 所以當然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評 所以受到很多的指責 哇怎麼演得這麼邪惡 或什麼的 所以也因為這部戲 讓我嘗試了很多 把自己的表演放得比較開 從讓他撲開偶包 演技開竅的台灣靈異事件 到經典的連續劇花戲碟 以及多數觀眾 對他印象最深的本土劇 編劇是這樣編起來 那我們演員在詮釋的時候 是要怎麼讓他合理化 說服不了自己的話 你可能連台詞都講不出來 你光嘴巴在講台詞 你心裡偶爾是在一直 圈圈叉叉的 因為你的表情就一定很不自然 先說服自己 其實超現實的戲劇真的是有的 我會一直跳牌 我不會一直只在一個空間 或一個頻道裡面去拍戲 讓自己更多一點變化 你這個耳環還蠻漂亮的 我什麼事情都可以選擇 就只有這件事情不行 我就去付出你念體育 我在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天啊這不就是我自己年輕的時候的翻版 我因為愛打球 後來跟父親有了一些爭執 我覺得我的包吟要來了 現在當年我反抗的父親 現在變成我自己飾演的角色 不想被角色定型 無論戲份多寡 他努力在表演上下功夫 總是希望自己的演出能替角色加分 敬業如他更是認真的維持體態 快走運動可以促進這個心肺功能 然後也可以 除出汗啊 讓身體的代謝可以比較正常一點 蠻好的 其實這樣一邊快走呢 一邊其實伸展自己的筋骨 其實達到一個節奏之後呢 其實身體會蠻舒服的 OK 其實速度比較快 大概就配合一個韻律左右左右 然後抓上一個節奏 把所謂的肢體伸展呢 跟這個快走結合在一起 今年56歲的醫症 一週平均運動兩到三次 加上近期按摩不吃甜食 外型相當動力 運動的時候那個調節奏很重要 一定要配合呼吸 一吸一吐 放鬆用力 那現在大概就做這種 慢跑或快走 簡單的這個重力訓練 然後另外還蠻喜歡打科好鋪球 OK 雖然沒有竿子還是可以擠化一下 好遠喔 事實上球怎麼在這裡 一陣認證運動的背後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是出自於父愛 希望能別把孩子久一點 他在49歲那年決定結婚 娶回小15歲的補教老師 宗麗 50歲才出場為人物的喜悅 我非常感謝我的大女兒 因為她的來到 讓我改變了我整個人生 我的後半輩子 也讓我有一個現在這樣一個 我覺得非常幸福美滿的家庭 我想了我的小孩 我想了我老婆的家庭 我那個笑是不自覺 我會從心裡笑到我臉上 跟快樂是完全不一樣 你如果覺得幸福一定很快樂 那快樂不一定幸福 那我現在覺得我是很幸福 一提到老婆小孩 臉上的笑意止不住 遇有兩個寶貝女兒的她 完全成了女兒傻瓜 媽媽一直觀察說 爸爸很帥 爸爸很帥 那女兒有時候會說 爸爸你也帥 嗯嗯嗯嗯 我覺得媽媽講得很高 我覺得我女兒滿會撩我的 每次我一到外面拍戲 然後女兒就說 爸爸你一離開家裡 我就好想你 女兒常常說 爸爸我們是一家人 嗯 愛你哦這樣子 雖然常常在聊我 但被聊還滿開心 有女萬事族的依陣 還想為女兒做這件事 我希望有一個獎項的肯定 其實這是一個表演工作者 問小孩你爸爸是什麼 表演工作者 哦 他曾經得過什麼獎項的肯定 會讓小孩在他的同儕當中 他比較有一個 我自己比較有一個立足點 所以這變成一個 我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也為了獲取這個東西 所以我會更努力的在我工作上去 持續的奮鬥 為小孩奮鬥 結婚生女讓她找到了歸屬感 對於人生下半場充滿企圖心 期盼能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 就是她持續向前的動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當掌聲小起 希望我們的節目您會喜歡 我是秦琳謙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